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香港文化中心 可以看到背後是非常美麗的維多利亞港 這裡聚集了非常多人 因為今天是第41屆的香港金像獎舉行的日子 而在下午4點半就會舉行的是紅毯 到了晚上7點鐘典禮就會正式的開始 而在今天紅毯上的亮點跟焦點 就是剛拿下奧斯卡影后的楊子瓊 他在昨天返港宴情了吳俊如一票好友之後 今天會擔任佳娃兵 而我們獲得的消息是他也會走紅毯 在這一次的金像獎當中其實競爭非常的激烈 包含的是黃秋生跟劉青雲要爭奪的是影帝的部分 而影后把凡大家熟知的張姐張艾佳 將跟九次入圍的鄭壽文要搶奪影后 所以是非常的激烈 而我們TVBS也會在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最新的消息